日本政府8月24日单方面强行启动辅导核污染水排海 中国海关总署依据国国法律法规和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定 宣布从25日起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 据路透社26日报道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政府希望扩大对中国的水产品出口 路透社称 俄罗斯联邦寿衣和植物卫生监督局 在当地时间25日晚些时候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 对于俄罗斯的水产品来说 中国市场的前景很广阔 俄罗斯希望获准对华出口水产品的俄企业和船舶数量可以增加 对华出口水产品的范围和数量也可以增加 报道称 该部门在今年7月曾表示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水产品供应国之一 已有894家俄罗斯公司获准对华出口水产品 而联邦寿衣和植物卫生监督局在声明中说 为协助真一努力 该部门计划继续救水产品安全问题 继续与中方对话 完成与中国就俄罗斯向中国供应水产品的规定进行的谈判 声明还说 今年1月至8月间 一半以上的俄罗斯水产品出口着中国 路透社援引俄罗斯联邦渔业署消息称 俄罗斯去年出口了230万吨水产品 价值约61亿美元 约占其总补货量的一半 中国韩国和日本是其水产品的主要进口国 此外 路透社提到 俄联邦寿衣和植物卫生监督局还表示 虽然俄罗斯从日本进口的水产品数量不多 但已加强对日本水产品的筛查 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 在日本政府强行启动辅导核无人水派海后 俄罗斯联邦寿衣和植物卫生监督局 在当地时间24日发表声明说 俄罗斯与许多国家一样关注 日本核无人水派海对食品安全的影响 因此将对从日本进口的鱼类和海鲜的放射性参数 加强监管 该机构表示 如果检测到过量的放射性物质 将对来自日本的此类货物供应 采取限制性措施 关于日本核无人水派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25日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一意勾行 强推核无人水派海 这是极其自私 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日方应当立即纠正 向全世界转嫁核无人风险的自私自立行为 不要让福岛之水成为日本支持 汪文斌说 针对日方的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的错误行径 中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有权利 有责任采取正当合理必要的防范措施 维护海洋环境安全 维护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中方有关部门将持续加强有关监测工作 即使跟踪研判赴岛核无人水派海 对我海洋辐射环境可能的影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